關於到這個房地合一水 二點零的所謂 法律修正出案 今天在立法院進行審査 這個行政的版本是有來登順 公Q水環圍可以 都當於算到這個離空一兩年 財政部長所建議 可以表示 如果在這個 生態要實施進行 開始有人跟住等出來買 其實有哪有負荷 要讓這個房地下保護的方向 房市伺服近日 為了這個買家插底線 議員房地合一二點零半 所謂稅法修正出案 再去在立法院 在政委員會進行審査 不過現在團出頂臺南部 有限南瓜在那身材 實施進行 推出紅棣消息 作成派對的人 在政部長所建議員表示 在團出紅棣交易那天 在政部已經配合入政部去查 目前案件已經以上調查 對待銷商把那個交易的資料 還有內政部也會給我們 那我們會進行這個 有沒有對待銷 所建議員表示 每年都有在查紅棣交易 只是最近變得比較嚴重 目前也沒有看到 宜傳交易 因為這樣還稍微沒有裁判 不過公調說 紅棣交易本來就是交易 縮得的一種 如果是有交易的行為 民眾就要申報縮得稅 那如果這次房地 合一二點零 包括正義辦的 草案跟其他立委 還有黨團的提案 總共有六個版本的修正草案 其中的差別 除了地區持有年限的設計 其中正義辦 還要訂出協助的範圍 會回收到二零一六年 那如果房地持有兩年來交易 是協助四十五% 兩年到五年來是三十五% 有立委認為說 很多時期的日期 應得要越快越好 這可以真的落實 到要買房子差跌算的目標 以後交易的 短期交易的房子 我們還要回去追稅補稅 那這個事實上 沒有這樣一個情況 時事日期 財政部的立場是 我們的草案裡面 就是由行政院定資 索建議表示 新座實施進展的交易 都不會受到影響 已經有立稅 賣掉 那因為這樣出現 很多人要把家裡賣掉 增加供應 也有符合處理的方向 不過如果是 當主客在新政策實施進展賣 都有下用自點亮的版本 記者 綜合報導